讀書長 因為你 沒有 我還在啦 就是不在這裡而已啦 我還在啦 還有園民會主委 對不對 我們兩個相依為命 他至少長得比我高 比我帥的 所以你退下來準備去哪裡 我這種年紀人會走路就不錯啦 還要去哪裡 對 讀書長 因為你 沒有 我還在啦 這是不在這裡而已啦 我還在啦 我說你確定離開主席長得位置啊 我是要希望這樣做 可是目前那個相關的 接派的人都來了啊 都已經 沒有啊 都沒有發布啦 那都不做下來 害得我 害得我 每一個人都問我說 是不是要滾了對不對 主席長 主席長 有 我今天一定要問你 就是因為我知道 以後是見你一次少一次啊 你知道我意思嗎 見你一次少一次啊 少一次是這裡的機會啦 對 對 對 我希望 我希望 對 以後就很懷念租澤民在的日子啊 對 我也很懷念立委 對 你會懷念喔 對 我很懷念你 對 你懷念那個25塊錢的 價格 便當都說不對喔 便當說不對喔 便當說不對喔 歐美說說不對的事情 好不好 這個 主席長 有 我跟你講一個具體的東西啦 齁 你們一月份公佈的話 大家好興奮喔 說 一月份的平均薪資 八萬五啊 這個是因為 大家網路大家都 買到 說搞不好啊 這個是因為有年終獎金 所以是總薪資 如果是經常信心資沒有啦 委員你又忘記了 那個經常信心資還是四萬多啦 四萬多 對嘛 我在跟你講 而且 而且 辭職薪資是 負責喔 負責1.0.4喔 現在來說就不成長 高度還在相信這種資料 不要相信 你發佈的只要叫我不要相信 我是總新資 你在這邊有講嘛 是總新資 總新資嘛 不是經常信心資 經常信心資還是一樣多嘛 所以你說叫我不要相信這個數字就對了 你發佈的數字叫我不要相信 我們每年都有總新資跟那個經常信心資 這個是大院的要求 主席長 這個你都要走 這個讓你困一下沒有關係 我很高興你 我很謝謝 我還沒有讓你走 時間沒到你不要急 這個主席感謝主席讓我多講幾十秒 這個你總是會有一些心理的 你主席長做很久耶 八年都是你做的對不對 對啊 這樣的政務官沒有幾個啊 算一算就一個喔 叫朱澤民 沒有前面十四門也是啊 對啦 我就說在蔡政府的官員裡面 可以做八年的政務官只有你一個啦 還有園民會主委宜將 對不對 我們兩個相依為命對不對 哪一個哪一個哪一個 宜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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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園民會委宜將 我才不知道啦 我才知道你而已 沒有 他也是很的 他至少長得比我高比我帥的 好啦 不知道怎麼問啦 好啦 這個就是 所以你推下來準備去哪裡 我這種年紀能夠會走路就不錯啦 還要去哪裡 對 好啦 今天今天 這個 謝謝你的配合啦 這個 反正這個 祝福啦 祝福你這個 謝謝啦 推下來 身體做得棒棒的 然後呢 有你的四月第二春祝福你喔 我不要第二春了 我已經有一春就不要二春了對不對 老實講我對主席長很多人有意見啦 但今天我 我剛剛講的喔 我就有點習慶啦 以後是見你一次少一次喔 所以我就會對你客氣一次啦 不會啦 會越來越客氣啦 沒有要見我 我會時常跑來立法院給你看啦 好 謝謝 謝謝 你知道蚵仔麵線現在用完要多少錢 大概二十塊左右吧 二十塊左右吧 二十塊左右吧 哪有 吃米不是米給 吃蚵仔麵線 不知道蚵仔麵線要給什麼 主席長我請問一下 這個五倍券上錄了以後 對整個國內的經濟成長有什麼影響 根據國外會的報告說 他們會有經濟效益兩千億 我尊重他的說話 兩千億啊 對 那這個經驗大不大 這個蠻大的喔 已經佔了 那那個金額那麼大 會不會這個滾滾的消費券 動起滾動了以後啊 那間接又帶動了很多的價格的飆漲 比如說蚵仔麵線 我記得以前一碗大概十五塊二十塊可以吃得到 你知道蚵仔麵線現在一碗要多少錢 什麼東西 蚵仔麵線 蚵仔麵線大概二十塊左右吧 哪有 沒有 吃米不知道米價 吃蚵仔麵線不知道蚵仔麵線要價錢 現在最沒的也三十五塊五十塊 那大加碗啦 所以 主委長 所以消費券一起來了就一帶動 欸 那我本來我賣四十五塊了 我剛剛就順計就調五十塊 因為消費者也比較不會計較那五塊啊 我就 我做巧巧的 無聲無息的 甚至趁著五倍券的開始啟動 我就調高 那請問主委長 他們這樣東調西調 偷偷摸摸 趁著消費者不注意 極限調整 調高 主委長的態度是怎麼樣 那個物價我們尊重市場制度 所以他可以調喔 我們不能夠去管他 所以他可以調了 好 昨天還蠻被討論的 就是藕阿米茶這件事情啦 那從那個朱澤民主席長呢 他過去被問滷肉飯 他說不吃滷肉飯 水餃呢可以吃政院的 然後到現在的藕阿米茶事件 他這個反應啊 代表什麼樣啊 這民進黨的這個大掌櫃 居然是這樣的反應 完全不懂物價嗎 反應第一個 往好的方面 他的生活很單純 不問世事 往壞的方面就是 何不死肉糜 完全不知道民間疾苦 事實上他們主席處理 在公布資料嘛 知道說其實最近物價漲得很兇 其實漲得很兇 所以 那他好像又說不會通貨膨脹 事實上大家感覺上已經通貨膨脹了 你還不覺得通貨膨脹 不是很奇怪嗎 歐巴米說20塊 他很奇怪 他那個邏輯真是有問題 他說我小時候是15到20塊一碗 那現在呢20塊 那 你小時候 你小時候 你現在幾歲啊 你小時候起碼過了幾十年了 物價都不會漲啊 物價是固定的啊 你怎麼學的這個經濟學啊 所以 這很奇怪的 所以我覺得 這到底怎麼回事 那 在台東我知道了 我們有同事 台東大概可以40塊吃到一碗還不錯的 還蠻大碗 在台北你就很難了嘛 大概 45塊也許一小碗 六七十塊才有 六十塊五六十塊才有 那 那 因為物價 因為一個政府他最重要的觸解兩件事情 第一個 失業率 第二個 通貨膨脹率 失業率加通貨膨脹率 就叫痛苦指數 所以美國總統雷根那時候選舉 就用痛苦指數打敗了這個他的對手 那換句話說 大家為什麼重視通貨膨脹率 為什麼重視物價上漲 因為當你的薪水不太動 物價上漲的時候就痛苦了嘛 我同樣的錢買的東西就少了嘛 那失業更不用講了 那很可怕的 所以呢 一個這個 有能力的政府 第一個要減少失業率 讓大家都有工作 第二個呢 希望通貨膨脹率 在一定的控制之下 也不是說都不要有 都不要有 禁止也停止 但是也不能太過頭 而且要跟國民的所得 要能夠 要能夠這個搭配了 那所以很好笑了 主席長說 二十塊 而且他好像每次問 這個他都不知道 這個很奇怪 所以他還是應該 了解了解 不是只是坐在房裡面 冷氣房裡面 看數字 必須要真實了解人民的感受 要接地氣 這樣才能苦名之苦 因為他剛剛被追問的時候 他還講說 我以為是沒有偶爾的面線 那叫什麼偶爾米裝 那不就叫面線嗎 有這種面線嗎 什麼任何料都不加 很少這種 我就亂講了 就亂扯一通 因為他現在也被爆出來 因為過去爭議很多 然後他現在爆出這個財產 擁有千萬存款 然後土地有很多筆 這個也反映出來 就是說這些大官 真的就是過得太好了 才不知道民間幾苦 一種是他日子過得很好 薪水很高 一種是他真的每天只吃沒有偶爾的米霜 才能把錢存下來這樣子 不很好笑啦 就是基本上 當然他怎麼理才是他的事情 但是你還是要知道 整個社會一般人的情況 真的是生活苦的人真的非常多 生活真的是不容易的人非常多 在那裡 只要是你 我可以做一些事 做很少的 我可以做的 我可以做的 作弊 我可以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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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